美国以谎言为借口 发动伊拉克战争 给伊拉克和中东地区带来深重灾难 也对世界和平与稳定 造成严重负面影响 教训极其深刻 值得美方深刻反思 也令世界警醒 霸权行径 必须受到坚决抵制 伊拉克战争完全是美方 为实现自身地缘政治图谋而挑起的 令地区和世界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充分暴露了美国霸权主义的真实面目 和巨大危害 各国应当携起手来 以更加坚决更有力的行动 向霸权主义说不 不应再允许凭借谎言谣言 肆意侵犯别国主权的行径发声 不应再容许凭借霸凌霸道 剥夺别国发展权力的图谋得逞 国际法治必须得到坚定维护 美国绕开联合国安理会 对一个主权国家大打出手 严重冲击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肆意践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 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事实证明 抛开联合国和国际法 谈什么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不过是为强权及公理和丛林法则 涂脂抹粉 乔装打扮 只有切实维护联合国核心作用 遵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才能避免以强凌弱 一大欺小的现象频繁发生 各国独立自主探索 本国民主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 必须得到切实尊重 事实反复证明 一国民主制度和发展道路 不能从外部强加 只能由本国人民自己去探索和发展 打着民主的旗号 向外推销本国民主模式 恰恰是反民主的 令人忧虑的是 美国显然并未真正吸取 伊拉克战争的教训 在伊拉克战争之后 又接连参与利比亚叙利亚冲突 仍旧在四处兜售美式民主 人们有理由质问 谁又要将为美国的霸权 付出下一个代价沉重的20年呢